這基隆這個是新鮮的耶 你們要加菜嗎 可以耶 課堂上 小朋友第一次觸摸頭竹類 來分辨小卷和透抽 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以前就是覺得 小卷就是跟透抽一樣的東西 然後自從今天我知道他們是有區別 他們體型不一樣 我學到不同長度的 小卷可以叫的名字不一樣 像20公分以上的叫透抽 15公分以下的叫小卷 它的尺寸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很明顯的不一樣 小卷的話我們大概會在15公分以內 會把它稱之為小卷 透抽的話就會大概20到40公分就稱之為透抽 它最大的外型就是它體型上的比較不一樣 就是在這個季節吃對的隨產品 那也盡量吃什麼在地的東西 不要吃進口的 那為什麼不要吃進口呢 課堂上請來基隆區議會 那其實這樣子的過程 那小朋友不但能夠珍惜我們這樣子的海洋 那也珍惜所有的生態 那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我們的這個漁會 然後來我們學校帶入這樣的課程 讓小朋友呢更能夠深喚他們的生活 然後回去呢也可以跟我們的家長呢介紹 我們今天上了什麼樣的課程也引導家長 一起來重視我們的生態還有海洋 2 1 啟動 進入區議會舉辦職魚環島列車正式啟動 邀請了約束署長張智勝 進入市長謝國良 聖福產發處長林鼎超 進入區議會理事長簡建輝 總幹事陳文青 常務監事劉志欽等人 共同主持啟動儀式 我們今天這個漁民節啊 是近年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謝謝漁業署 針對了我們的這個活動有補助 但本府自己也有預祝五百萬 光是在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將會在今年辦超過一千多萬 是歷年來有史以來最大的這個漁業相關活動 那未來我們也要成立我們自己的漁業產銷公司 目的是要加會我們自己的漁民 提升我們自己的漁產量 跟照顧到更多的消費者 所以我們對於我們漁業的產業的前景非常的期待 也會在各方面都把我們的漁業產業 繼續的向上提升 讓更多的漁民跟消費者 都能夠得到更好的待遇 捕撈小卷的漁法 我們稱為什麼 我看到這個小朋友最早舉手 手管幫售完 手管幫售完對不對 對 不只要吃魚 還要推廣死魚教育 透過學校多元課程 一起來體驗 金融區議會透過有獎偵達 把手管帶入校園 也讓小朋友認識魚撈捕法 是有那個燈 因為小卷是驅光性 所以要在夜間的時候出船 然後要在船上面放捕魚的燈 驅龍是台灣漁業的重鎮 那在過去 基隆在台灣的整個漁業發展上 佔有輝煌的歷史 所以這一次全國漁民節 能夠在基隆來辦理 是非常的有意義 而且基隆目前有很多產業 是在我們台灣非常有名的 像我們的手管 幫售網這樣的產業 所以這一次基隆區議會 承辦這個全國漁民節的活動 它不只是只有一天的活動 它會把這個變成一個 一系列的活動 讓我們私語教育 能夠推廣到全台灣各地 那今天我們這個活動主要是 我們校園的這個 食魚的列車 環島列車 開始啟動 那也跟我們基隆的一些 國小的同學 我們做了一些互動 那最主要是 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裡面 讓我們小朋友知道 我們台灣漁業的重要性 而且知道食魚對我們身體的健康 或者是對我們整個各方面 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所以藉由這樣一系列的活動 我們提高我們國民對於 我們漁業的認知 而且進而鼓勵我們的漁業 支持我們的漁業 小朋友拿起色筆 在畫紙上塗上顏色 金融漁會舉辦 繪畫競賽 讓孩子們可以展現創意 和想像力 113年了 全國移民節會在金融舉辦 所以我們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 尤其我們的鎖管 我們今天開始 就是用環島列車 到偏向的地方 推廣我們的幫助網 語法 鎖管是 它的廠製很可觀 它一年差不多有10億 所以我們從今天開始 就一系列的活動 到偏向的地方 把我們的鎖管 用金融區 把它化回到幾次了 幾次讓偏向的地方 了解到 不管是學生或老師 爸爸或媽媽或一些長輩們 他們知道鎖管的 從海上到穿梭上 如何來龍起脈 北台灣八斗子 是小捲和白帶魚的產地 金融區議會 今年推出 鎖魚環島列車 將前進全台各地 推廣鎖管 放售網魚業 所以我們利用這一次的機會 我們希望讓 台灣很多的地方 都知道小捲是在基隆產的以外 我們也行銷 基隆的遺產品 很多的遺產品 像白帶魚 蝦子 還有小捲 還有青魚 還有今年 我們也想去行銷推廣 小Taco 小Taco 小章魚 基隆也很多 量也很大 所以我們一樣一樣 在行銷 基隆這些 特殊的遺產品 全國漁民節 已經近十幾年 都沒有在基隆舉辦了 那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讓更多的小朋友也好 或是更多大人也好 都可以更了解 我們基隆的這個漁民 還有他這個漁獲 到底是有些 什麼樣的一些知識 我覺得都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來推廣 至於環島列車首站 來到基隆信義國校 學生們透過學習 認識捕魚技法 匯集學生的彩繪創意 為環保永續 盡一份心力 記者 黃燒民 金融報導